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感到崩溃 却一言不发 不是长大 眼泪就没了 只是学会了把某些话 悄悄揽在心里面 人最怕的不是心痛 而是痛 却无人能懂 人生不如一事十之八九 却照顾到谁能诉说 只能拼了命地忍耐 不敢和父母说 怕父母会担心 不能和朋友说 朋友也有难处 无法和爱人说 爱人不会理解 怕你的情绪成了别人的负担 若是不坚强 软弱给谁看 若是不勇敢 谁又能替你扛 没有人身来坚强 都是被生活逼着 给心穿上了盔甲 不是真的百毒不清了 只是学会保护自己的脆弱了 人心隔肚皮 你难辨真假 你的善良只会被利用 别人利用完就会离开 社会太残酷 你别无选择 外表坚强 才能被认可 软弱一点 就会被欺负 讨厌你的人 都等着看你的笑话 所以你只能孤君作战 不表现出一点委屈 有些依赖给了别人 就是把自己的情绪拱手让人 依赖父母 父母会懒 依赖朋友 朋友会散 只有自己能成自己的依靠 谁的人生都不会一生多艺 没有人会永远陪着你 没说出口的委屈就别说了 你的委屈会让爱你的人心疼 没说出口的抱怨也别说了 你的抱怨会被恨你的人利用 没人遮风挡雨就做自己的无言 没人嘘寒问暖就做自己的英雄 你经常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 但你也会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 余生愿你怀着一腔孤勇 一个人披荆斩棘 也愿有一人知你 懂你 永远将你守候 我是依禅 喜欢我的话别忘了分享哦 每晚八点我在这里等你 希望依禅的话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与平静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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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